今天我们的大世界话题要花大段十分钟的时间 要来跟你聊聊中国的电信大腕华为 他们在今年一月的时候被美国司法部给起诉 起诉的原因是因为涉嫌窃盗T-Mobile的商业机密 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其实是这样子 其实这两间公司本来是合作关系 当初T-Mobile也远法三章 说我提供给你我合作电信业者来测试名为 叫做Tappy的机器人 但是你不可以拍照也不可以录影 但殊不知华为在与此同时 就已经在开发自己的手机测试机器人了 而且就想从刚刚说的Tappy的身上来找核心技术 而且就透过原本电信业者合作的前提 华为方就一直派人去接触T-Mobile的机器人 其实这个行为哪怕没有真的偷 其实也有一点点瓜田理下 而针对这项指控根据美联社的报道 华为方在228在西雅图的联邦法庭上面 表示前前后后有十项罪名 他们通通不认罪 那刚刚说到了十项罪名 到底还包含什么呢 除了刚刚跟你讲的T-Mobile的商业机密 他们要企图窃取之外 当中还有其实在几个礼拜前 美国媒体就已经爆料了 说华为为了取得苹果的商业技术细节 传出呢一来说透过这个我要来真才 然后向苹果公司的前员工套话 另外就是在去年秋季的时候 华为的智慧型手表工程师跟苹果的供应链厂商会面 有意无意的跟这个厂商说 我可能会给你一份利润丰厚的订单 让对方见钱掩开卸下心房 然后就套出了Apple Watch的细节 另外呢就是宁图卡上面看到的 七样电汇诈骗案 另外还有诈欺银行 以至最后的妨碍司法公正 现在这些罪名 华为的律师团队代理全盘否认 因此本案现在预定要在明年的三月二号来进行审判 这当然了就被批评了 说中国大陆的科技创新 怎么都用偷的 到底算什么英雄好汉呢 但对此举足轻重的比尔盖茨 就在这个敏感的时候 接受媒体的公开访问 而且问到他说 中国大陆的科技 未来有没有办法领导全球 他居然表示说 中国大陆呢 在数字科技等等的领域 已经有了瞩目的成就 而且美国占据龙头 世界龙头的位置已经太久了 所以他们其实已经被宠坏了 所以未来美国产出的科技产品 可能不会比中国大陆的更具独特性 至于这期访谈的内容 以及美国究竟为什么要处处棒打华为呢 来看我们的整理报道 近期占尽国际新闻头条 中国电信设备拒播华为 从去年十二月孟晚舟案 成了美国一大功敌 华为被冠上十项指控 但根据外媒指出 华为的律师已经率先在西雅图联邦法院上 针对其中一项当庭拒绝认罪 T-Mobile已经拒罪了 华为拒罪了技术的技术 叫Tabby 华为说两个公司 在2017年华为认为 他们和T-Mobile的纷争 早就已经巧好了 双方如今各说各话 虽然美国司法部预计 还要等到2020年3月才会进行审判 但外界现在纷纷替华为叫区 你必须看硬件 如果有疑问 另一方面 你必须看软件 软件 拒绝了软件 然后看所有东西 所以看起来 他们已经完成了工作 没有找到什么 美方不断剑指华为 一口咬定华为窃取机密 还有电汇诈骗 以及妨碍司法公证 但至今为止 还没有一个国家或单位 在华为的产品上找到任何可疑东西 专家大酸特酸表示美国指控华为 暗中装后门窃取机密 再上缴资料给中国政府 但实际上美国自己却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美国不检讨自己行为 却还是不断以国安为由 猛力棒打华为发展 至今不少国家和电信公司 已经开始和华为展开合作 华为甚至宣布最近在西班牙举行的 通讯世界大会 华为又和十家通讯商 签署了十项5G合约 这只是第一天的公司 但我认为这应该是正确的 华为的搭配的Mate X 已经在展开了 华为推出智慧型折叠机 气势压过各家品牌 受到各界高度青睐 再加上华为不断推出5G晶片 反映华为5G技术独步天下 微软创办人比尔盖茨 甚至在专访中不挺美国自家人 比尔盖茨看好中国未来科技 能够引领全球 为中国的创新大力点赞 他也强调 只要中国目的对世界有益 那么就必定是好事 有备于华府的政治风向 比尔盖茨一番话 无疑是为美国社会开启了另一种声音 三地新闻 陈台报道 而除了在科技业上面 闹这个抄袭风波 现在我手上的这张板子 我们接下来也要告诉你 也有抄袭之嫌吗 就是最近有一名比利时的艺术家 名字叫做西尔文 他跟比利时的媒体透露 说他最近发现有一个 中国大陆的知名画家 名字叫做叶永清 他发现他好像抄袭了他在1989年的时候的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里面到底有哪些相似之处 现在在这个画面您的左手边 其实你看到的就是西尔文的作品 另外在右手边你看到的是叶永清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西尔文的作品 你看一看到他其实这个作品当中有非常多的方格 而且里面好像画的都是一些鸟 当然画的不是这么的生动 但感觉也是这种Q版的鸟 另外这边有一个很大颗的叉叉 然后上面这一整条都是黑色的 好 直接来看您在画面右手边的这个地方 是不是也有一条很长的黑色的画作 然后下面也有一个叉叉呢 那你如果再仔细来看一下旁边 同样在这边几乎是留了一个九宫格的空白 这个地方也差不多 但是可能没有到九宫格 大概四宫格 九宫格的空白 上面一样是画了一些Q版的鸟啊 或者是好像也只有鸟而已 他这边画鸟 这边画车 这边看起来好像是画人 但整体的创作风格的确看起来有些雷同 这边还有一个看起来很像红色小视窗的东西 这边同样也是看起来是一个棕色的小视窗 所以你的确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画作上面有非常多的雷同 当然我们不能说抄袭啊 我们不能未审先判 但只能说现在这两幅画作的确有点像 现在这个谢尔文呢也爆料呢 说这个类似画作有叶永青的签名啊 过去呢叶永青把这个他的画作签名 居然曾经卖到多少钱你知道吗 四十万欧元我们如果换算台币的话 大概是一千四百万 而他本人的作品卖到多少钱你知道吗 仅仅五千欧元到一万五欧元 你看大概差多少 现在叶永青呢针对这件事情是暂且不评论 但其实我们要告诉您啊 过去中国大陆山寨的状况 其实在多年来实有所闻 所以我们一直会好奇或者是怀疑说 中国大陆是不是真的有抄袭 原因都是因为有太多的历史记录了 譬如说呢过去有人办了个展览 说里面都是草菅迷生的作品 但走进去之后结果发现 通通都不是真货 另外过去小米手机呢 也一直被传说超习苹果超习苹果 只是这几年的新品 的确越来越没有苹果的影子 但是这早期的作品 的确看起来苹果的影子是有的 那过去呢这个吉利汽车呢 还自称是国产的劳斯莱斯 有没有效仿劳斯莱斯的制车技术呢 当然我们大家打一个问号 怀疑还是居多 那至于呢这个中国大陆的鞋子品牌 New Barland 明明有抄袭之嫌 却控告人家正版的New Balance有侵权 而且当时呢还被人家判赔了人民币 这股山寨热潮 接下来我们带您整理报道 现实和奇幻交错成一幅一幅画 比利时艺术家希尔文独特风格的作品 原来根本一点都不独特 右边是希尔文的画作 左边则是中国画家叶永青的作品 两张画一起放炸开 还以为是同一幅 那会儿的每个人创作出来的草图 是要经过开会来看的 叶永青头头是道 但不少画作跟希尔文的如出一彻 不仅拿到欧洲巡回展出 市价还比原作多四十倍以上 希尔文忍不住隔空呛瞎 但山寨艺术在中国早就见怪不怪 来自日本的原点女王草菅民生 创作大量传奇艺术 在东京开设展览馆 吸引大批粉丝朝圣 没想到中国看准原点商机 居然也推出几乎一样的展览 广州 上海 深圳 中国各大城 都能看到甲园店 另外借傻野猫咪 难过遗憾也没辙 中国山寨早已成自然 我觉得Jobs是全世界范围来看 都是一个空前 不能讲绝后 至少是空前的天才 中国小米创办人雷军 崇拜美国苹果公司创办人 贾博瑟天资 但似乎也很肖想苹果产品的外形 平板电脑之位行手机 相似度各个高达87% 我觉得对那家店的店名 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因为那家店的店名是叫 无印良品Natural Mail 这可不是原汁原味 来自日本的无印良品 而是中国另一家连锁店 连中文名字都能一模一样 仿冒无极限 还反告日本无印良品侵犯商标 结果中国版背叛审诉 中国人骨子里 还是讲求新铁底的 所以无印良品 骨子来不下去了 中国超恒大 其实早就不是新话题 但从超习的种类来看 多到令人掉下巴 无论是从玩具 家庭用品 还是电动车 或是到军用战机 就连弦弹超人动画 都能删在一家 也难怪中国籍式经济崛起 还是免不了外界的指引伸浪 三丁新闻 就能够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